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农村出身的赵丽颖火了,有人说她靠钱规则,其实她火并不是偶然的。 农村出身的赵丽颖,既没有钱,又没有关系,还不是科班出身,她为什么能大火特火呢? 很多人说她是靠钱规则上位,其实她的出名并不是偶然的。 虽然赵丽颖出身农村,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但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才造就了她坚韧的性格,特别能吃苦耐劳,而且毫无怨言。 演员杨荣曾经透露说,当时赵丽颖为了赶一部戏的进度,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睡好觉,而且当时的气温非常低, 她的耳朵都长满了洞窗,后来耳朵都肿得特别厉害了,她才不得已请假去医院看病,而下午又赶回来继续开工,正是她这种敬业的精神,才让她在圈内赢得了好的口碑,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赵丽颖自出道以来,饰演了很多古装剧作品,包括陆珍传奇,花千古等。 而古装剧拍摄的难度特别考验演员的耐力和体力,赵丽颖在拍摄的过程中,也是多次受伤,但她自己却是一个乐观派。 她坦言,她特别享受扮演角色的过程,只要能把这个角色完美地呈现,自己吃点苦受点伤根本不算什么,正是她的认真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让她赢得了大家的青睐和喜爱,希望赵丽颖可以为大家带来越来越多好的作品。 《楚桥传》国外上线,1.2万观众在线催续集,第二季主演《被扑换人》。 相信很多观众都看过《楚桥传》这部戏。 有人曾说赵丽颖最好的两部戏是《花千古》以及《楚桥传》,特别是后者,不仅让赵丽颖的事业二度走上巅峰,更是让林更新与斗销火变全网。 而就在近日,关于《楚桥传》这部戏又有了新的消息。 近日,网上有消息爆料,《楚桥传》这部戏将于11月11日在网飞正式上线,消息传出后,顿时让喜欢这部戏的网友们开心坏了。 随着国内影视行业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走向国外,没想到的是时隔五年,《楚桥传》居然还能够被国外视频网认可。 对于《楚桥传》能够再网飞上线,剧粉们都很开心。 然而,这个消息传出后,却又有网友开始催拍《楚桥传》二了。 有好事者发起了一个问答,看到《楚桥传》将再网飞上线,第一反应是。 没想到的是,1.2万人直接投票询问第二部《什么时候来》,其次则是与文乐还没捞起来呢? 对于这次的问答,足可见观众们对于《楚桥传》二是有多么的期待了。 可惜的是,这部剧的续集却一直都没有拍摄。 赵丽颖与林更新几位主演,似乎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相关的消息。 如今的赵丽颖更是与林更新二搭,一起出演了《与凤行》这部戏,部分观众都感叹说只能将与凤行当成《楚桥传2》来看了。 而关于赵丽颖与林更新还有斗肖为何不拍摄《楚桥传2》,网上也是众说纷纭。 有消息爆料说,赵丽颖之所以没有接《楚桥传2》完全是资方吃香太难看,他们为了捧新人选择换掉某些重要演员,而赵丽颖为了戏的质量考虑这才没有接。 除此之外,网上关于《楚桥传2》的消息也是不少,最近更是传出了《楚桥传2》已经开始筹备的消息。 有消息爆料说,《楚桥传2》这次拍摄将采取全新的演员阵容,《楚桥》,宇文月以及《烟巡》都会换人出演,由资方旗下的新人演员来出演。 而与其说这部戏是《楚桥传2》,倒不如说是新戏。 网上的消息还透露说这次拍摄将会把之前赵丽颖、林更新以及《逗桥传2》出演的剧情完全推翻重新编辑,同时增加级数。 这样的消息自然是让观众们不满了,很多观众纷纷表示,如果换人的话,那么他们宁愿与宇文月继续在水里泡着。 确实,纵观影视圈中,但凡出现爆款电视剧更换主演都会导致蓄集拉胯,甚至口碑血崩。 对此,观众劝剧组能够好好考虑下,不要为了强行捧人而毁掉这个经典IP,不知道小伙伴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网友们都在谈论中国博主关于赵丽颖爱情故事的谣言。赵丽颖是KBIS小花85的男主角。 她也被认为是中国美貌和表演的封碑,能够在电影中扮演从现代到古代的多种角色。 近日,有网友爆料趁赵丽颖被认为是汪西朝与陈都灵的爱情故事中的第三人。 具体来说,10月31日,微博上出现了赵丽颖35岁生日的博主,爆料赵丽颖35岁生日前后的故事。 消息趁,演员汪西朝是在同事特殊的日子,把最特别的动作献给赵丽颖的人。 在她的个人微博上,演员被拍到将头像换成了赵丽颖的头像。 这是博主认为比较暧昧的一个动作,远远超出正常的友情关系。 尤其是过去,汪西朝被卷入与陈都灵的恋情传闻。 于是,文主质疑赵丽颖是不是第三个踏入自家后被爱情故事的人。 据了解,赵丽颖与汪西朝的关系消耗了大量媒体的报道。 截至目前,博主分享的信息仅来自一方面,尚未得到赵丽颖和演员的证实。 博主的帖子收到了很多来自网络社区的砖头,因为给出的信息过于情绪化,没有具体的证据。 他们也希望赵丽颖方面对这些不实的谣言采取坚定的立场,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她的事业和人际关系。 帖子底下,赵丽颖的粉丝蜂拥而至,为她开脱,赵姓美女与汪西朝只是多年好友的关系。 而且,几乎每年赵丽颖的生日,赵丽颖都会换头像或者给同事发贺词,甚至一度直接在直播中许愿。 此前,演员本人也坦言自己是赵丽颖的铁杆粉丝,一直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前辈们学习合作。 目前,赵丽颖正在与林更新餐饮店视剧与奉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